大家好 我是小爷 今天我们继续到上帷面捡卷 现在就去喂一点老树 叫不吃奶吧 我们从这里进来了 这里看到一朵 看到这个圈杆也是高脚葱 有一点点老了 还可以压 这里也看到了 这个也是高脚葱 哇 今天走的 全都是高脚葱 你看这么肥 扒起来 这个还有一点嫩的 还可以 这里也看到了这个扫把圈 挺漂亮的 这里也看到了 哇 两柄 在这个下面也看到了一柄 两柄 那里一个小的 那个小的就不要了 把点东西把它盖起来 没想到在这个下面 又看到了一柄 哇 运气挺好 像这个地方的话比较稠 这边的干包圈都比较肥的 挺肥的 看 挺肥的 看 这里也看到了 看 这个小的就不要了 盖起来 看 这里有一点盖起来 盖起来 它还会出的 看 这里那里也有 那里也有 还这里也看到一柄 这个扫把圈 还可以 看 这里看到一柄 扫把圈 看 这里一柄 看 这里一柄 看 这里一柄 那里还有一大柄 像这个看 像黑木王 这个黑木王应该都是抓堆出的 哇 确实黑木王 挺肥的 看 这里还有一柄 这一柄更大 这一柄更大 看 黑木王 这个颜色的 这里也看到了这个 这个商福圈 叫商福圈比较好听一点 那个小的水套 哇 看 这里看到这柄 这柄也是扫把圈 哇 太大了这柄 好好的盆 看 这柄 像这柄的话 差不多可以卖个半斤左右的这柄 挺重的 看 这一片片 这个都是喇叭圈 这个喇叭圈挺漂亮的 看 这里看到一柄 这个也是干巴圈 这个也是干巴圈 看 这个还有点小肥的 看 那个圈吧 可以 看 这里也看到一柄 这个也是扫把圈 这个也是扫把圈 可以 看 这里也看到一柄 这个也是扫把圈 挺肥的 挺肥的 这个挺肥的 但是有点点老了 还可以要 这样的更容易清洗 哇 你看 这里看到两道的什么 大家知道吧 像不像鸡针 这个是露水鸡 你看 在我们这里是不吃的 和鸡针看上去比较像 基本没什么区别 只是这个圈杆 有点黑而已 两大朵都是 随它不要了 看 这里躲一次 我看头条上有朋友也吃这个了 但是我们这里也不吃的 不吃就是随它吧 像这个露水鸡的话 还是挺多的 这里也看到了这个干八卷 你看 一柄大的 看这柄 这柄特别的肥 你看 哇 这里还有两柄 这两柄也可以拿了 你看 那个菌包 盖起来 还挺大的 这里看到一朵核桃圈 你看 这个菌包还挺肥的 翻起来 这里被虫子吃了 有点老了 当然可以啊 这里看到一朵 这个坏掉了 这个是桥巴卷 长时间没拿的话就坏掉了 可惜了 这里看到了这个 干八卷 你看 菌包 这里看到一朵 这个是高角葱 高角葱的卷感都是辣辣的 像红葱的话比较光滑 这么肥 看 这里看到一朵 这个是青头卷 还可以呀 红红的这里 这个是奶浆卷 这里看到一朵 这里看到一朵 这个是奶浆卷 奶浆卷颜色比较漂亮的 这里看到一朵 这个是核桃卷 有一点点老了 老爷爷 羊干卷要不要 不要 不要 我老叔说不要 这个有点老了 像这个羊干卷是可以吃的 但是味道很普通 一般般吧 真的 可以看到这个干八卷 还可以 这里看到一柄 干八卷 这个比较大 你看 生蚂全是生蚂 还可以 要地上生吗 再盖一下 再撞掉吗 那里的东西的老了 挺肥的 这个要回家慢慢清理 你看 这个树都像长的 像不像干包件 还挺像的 这个是不能要的 现在我们回家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